台灣確診的病患呢 現在數量暴增 到底要不要增加更多的快篩中心 揪出更多的確診者呢 現在指揮中心還在研議 不過我們要請這個真榮 帶我們來看看國際部分 在疫情高峰的時候 是怎麼樣進行快篩 普篩的 來防堵疫情 我們把時間交給真榮 好 我們帶您來看喔 現在台灣的疫情拉緊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實施 普篩有沒有效果呢 現在是有正反的論戰 不過呢 現在有傳出說啊 現行的快篩好像也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的有效揪出染疫的確診者 我們帶您來回顧美國 好 美國其實在去年 八 九月夏天的時候呢 疫情同樣也升溫 當時的前美國總統川普呢 他手上拿著這個檢測儀 他就說他會廣發 一億五千萬個試劑 提供民眾來檢測 而且呢 這個檢測超級方便的 他們說呢 就可以在家裡頭 來居家檢測 而且很快喔 只要15到30分鐘 就可以完成整個測試 而且成本很低 最便宜的不到1000元台幣 就可以買到這個檢測儀 他原理是這樣子的 好 民眾呢 在家裡呢 最方便的就是呢 採檢自己的口水唾液 放進去這個分析儀 那麼他的數據就會傳到檢測中心 之後有APP告訴你 到底有沒有確診 到底有沒有染疫 整個過程聽起來都不需要外出 也不需要去處方簽 就可以透過網購買到快篩儀器 也可以減少外出 接觸到更多人可能染疫的風險 才進行整個快篩的流程 不過這種快篩呢 當然也可以說它不像是在醫療院所做的 比較詳細的核酸檢測 準確度來的高 所以當時就有很多這種偽陰性的狀況 也有可能當時就造成了一些疫情上的破口 不過說到這疫情上的破口 美國牽中的川普自己本身 他很力推這種居家檢測 居家快篩 他每天呢都告訴這個記者說 我每天都有檢測喔 都是陰性的 而且每天都秀出來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他都在這個白宮的記者會跟大家說 我今天檢測是陰性的 我feeling good 我很好 可是沒有想到去年10月的時候 震撼消息耶 川普他自爆自己精傳染疫 他的夫人 前第一夫人梅蘭尼亞也確診了 當時其實很多專家就質疑說 白宮快篩的準確率是不是 其實沒有這麼的高 所以也把這個防疫破口 帶進了美國白宮裡頭呢 不過再來看到這個普篩 蠻成功的就是我們臨近的南韓了 南韓是全球普篩 算是一個非常早就開始的國家 也可以說是防疫有成 去年3、4月的時候呢 他們也發生了非常嚴重的 這種群聚感染 南韓的新天地教會 當時就發生上千人的感染 為什麼呢 因為教會大家這個唱詩歌做禮拜 而且呢又要吃飯 然後南韓人吃飯都共用這個筷子跟湯匙嘛 所以當時的一感染不得了 真的很嚴重 還有離台醫院的夜店群聚 算是算這兩起比較嚴重的群聚感染 總共有6000人染疫 好 當時文在寅政府呢 就透過了APP打造了科技足跡 也就是呢讓民眾說知道到底有沒有去過一些 確診者也去過的地方 這些時間點會不會有重疊也提高民眾的警覺心 而且他們很快就開始進行了普篩囉 他們的快篩非常的方便 也就是利用這種開車得來速這樣子的道理 好 你開車去 然後呢這個醫療人員就幫你來篩檢 幫你採樣篩檢 馬上就可以知道了 當時呢也有一些南韓的本土企業 有加入研發的行列 要減輕一些醫療體系的負擔 而且檢測出來他們是有經過分流的 好 重症的人趕快去送醫 那麼輕症的人呢就送到比較地區型的生活治療中心 另外一些無症狀感染的 自己在家裡隔離就好 就不要再去佔用醫療資源了 好 這樣子的做法呢 也是成功有效的防堵疫情 讓疫情不要擴散的這麼快 鄰近的日本也跟上了效法的腳步 另外來看到英國 英國他們是發明這種驗孕棒式的普篩 長得就是呢 像是驗孕棒一樣 然後呢他們說這種普篩 不是裁剪你的唾液喔 可是它也是很方便 標榜也是只要15分鐘就知道了 它是呢像是用採檢的 檢體呢是人的血液 在手指當中取一滴血 然後你放到這個試驗盤上頭 等了15分鐘你就知道到底是有沒有染疫 而且不需要經過任何專業的訓練嘛 你只要自己會採血就好 那麼一旦測出說 血液當中你有抗體的話 就可以去恢復正常的上班 正常的社交生活 不過呢這個說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效 因為好像是只有對於有症狀的患者 才可以比較明確的找出 你到底是不是染疫 但是如果是像這種無症狀的話 可能就是還是要得到醫院 再進行進一步的檢測 以上呢就是這一節的 各國快篩政策的特別報導